所以他在某一個三角 三頭就做一個對角線 折一下 折一個邊角 一個角 這個角 就把他那個空間做出來 這有點像浮雕的做法 這很聰明 當你畫一個人 你這樣畫得很清楚的時候 他就全部都在前面 可是邊角畫法 東西就會前前後後跳來跳去 空間感很強 而且他這麼大的平原 這麼大的山坡 他大概只做上面這個角 一邊長一邊短一點 就有變化 我待會拿圖出來看 那這樣的方式有什麼 第一個 他畫不太像 但是每一個看的人都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 他畫得很輕鬆 我們現在講 叫 Relax 就是很輕鬆的就把它畫 這也是一種數學的方式 輕輕鬆鬆的 就把一張圖畫好 很多人學畫都說 老師我沒有基礎 我說蘇東坡也沒有學什麼素描 那你不用學吧 對不對 蘇東坡沒有學素描 東坡繪畫的畫法就是 像我畫馬 我不用看馬 東坡繪畫有點背送的那種感覺 背起來 那背起來是什麼背 就是 你大概去觀察 喔 他的骨頭大概有多大 臉型大概怎麼樣怎麼樣 你大概用這個方式 然後不用看他 就可以畫 我教一個人寫書法是這樣 他老是一筆畫寫不好 一畫都畫不好 所有書法都是從一畫畫出來嘛 數學也是一條線畫出來 一畫都畫不好怎麼可能 全編會畫得好 在東方繪畫裡面每一筆都會很漂亮 書法裡面每一筆都會很漂亮 這樣 這是東方的概念 可是西方畫是都很漂亮 可能整張很漂亮 可是筆觸可能不太漂亮 為什麼 因為不懂得用筆 這就叫 東方叫張法 就是一筆下去 提 按 詞 速 聽得懂齁 提 按 快 慢 轉 折 他都有 有他用筆的變化 再來 換的時候可以中峰 偏峰 那書法常常強調中峰 可是偏峰往往是最漂亮 變化最大 像春法就是偏峰 春法 國畫那個三的春法 很多都是偏峰 那你說 我只用中峰 不用偏峰 那 笨蛋一個 你已經又拿掉一半不用了 他一個筆 可以偏峰中峰 你又拿掉偏峰不用只用中峰 那這樣還要玩什麼 已經有一半的樂趣不講 轉折的時候 提按 或者是 手轉一下 就拉過來 又偏又中 有偏峰的意思 有中峰的味道 那就像開車甩尾一樣 他一定會甩一下 這甩一下就自己有變化 不是我做的 就是因為他是在速度行進中 我講的東西都是一些概念 大家先了解一下 就是 我們大家看圖都一樣一樣解釋 再來 東方人畫畫有順比 逆比進去跟順比進去 有直比進去 斜比進去 圓比進去 一條線條有這麼多變化 那你怎麼會只用一種變化 那為什麼能做這麼多種變化 是因為毛筆的問題 就是毛筆 那你說難道別的筆不行 可以 那都可以 沒有一支筆不行 但是因為東方人可以把 一條線發展到這麼多變化 線條 所以東方人是最懂得線條的 所以你說羅丹的線條 羅丹的畫人物線條 你們看過嗎 羅丹的 原來是一個做雕塑的人 他對肌理很熟啊 比例很熟啊 交接線都很熟 所以他畫出來的東西 就算那麼輕鬆 但是 還有髒法 可是他的線條也沒有多少變化 皮卡索 皮卡索在畫那個 鬥牛場 那一套版畫 他是用毛筆畫的 他畫得比東方人還要有筆墨的味道 那為什麼比他沒有學東方 但是他會 他也可以畫出那種東西出來 所以美學 你說有沒有標準 其實應該有一個標準 美本來是沒有標準的 就是說每一個人對美的定義 不太一樣 對不對齁 你說有些人喜歡高個子 有些人喜歡 矮一點的 有些人喜歡胖 有些人喜歡瘦 這個都不太一樣 第二個定義是說 藝術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大的課題 比如說我們每天在畫畫 那藝術到底是什麼 問一下也都會 我也不太清楚 那我曾經看過一個人寫 年輕的時候看過一個叫 他說藝術art 這個字根是從artificial 就是人工的 人為的 透過人去做的 那時候也搞不懂 為什麼透過人做 就叫藝術 其實就是手工 就是人去做 可是這個有什麼大不了 就是人做 本來就是人做 所以動物沒有藝術 動物沒有 沒有看過動物在做藝術 這個是人類很奇怪的 聽說是上帝的小孩 所以會做這個東西 所以藝術家叫做天之交集 他主要是天之交集 因為他有創造力 他跟上帝一樣他有創造力 再來就是說 artificial這個是人文的 那相對叫做nature 就是上帝做的 你在外面看到那個山啊 海啊很漂亮 那都是上帝做的 那他不是我們做的 我們是看到他做的 那我們看進來以後 透過這個人的大腦 我們再去畫 我們再去稍微做一下 所以透過我們做的 就叫做藝術 那藝術有沒有好壞 很多人說畫畫就是這樣嗎 藝術有什麼不需要分好壞 這個也是一個課題說 高興就好 真的是高興就好 你愛怎麼畫 沒有人可以限制 你不要說我們老師教這樣 一定要這樣畫 沒有這個定義 沒有這個東西 最好的學生就是 超越老師 就是把老師幹掉 這個老師就會很高興 因為交出一個好學生 如果這個學生 老師不會比老師好 那這個學生 對一個老師來說 他沒有什麼快樂 因為成為一個老師 他應該是 他一直在追求完美 那如果一個學生都笨笨的 所以我們講說 以藝術來說 我們講 假如說我們用佛教來講說 佛性無二 就是說藝術沒有什麼差異 大家都有 都可以做 但是悟性有利盾就是 你看了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衍生舉一反 舉一反三這樣一直衍生 創造出自己的作品 藝術有四大特性 時代性、地域性、藝術性跟個性 就是說你的畫裡面 是不是要有現代台灣的 或是當代的 或是你個人 或是藝術 如果沒有這幾個東西 那你可能就是畫自己高興的 那有一個學生說 老師 藝術不就是表達我的看法 因為我說對喔 我說你是誰 你的看法 你是誰 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 你是誰 因為你都不知道你是誰 你要表達什麼 第二個 你有什麼偉大的看法 了解我的意思 如果你都沒有什麼偉大 那你到底要表達 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基本上觀念沒有從 就像我們年輕有一個廣告說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那首歌嘛 當然可以啊 你跟小孩子講講看 他就亂弄 可是大人用這個觀念 他還會知道 掌控制一下 可是同樣一個觀念 在不同人的身上 他會產生不同的作用 所以 如果你想表達你的看法 那你是不是先了解一下 已經有人 表達過什麼看法 所以我都跟學生講 我說立體派解決了什麼問題 印象派解決什麼問題 對不對 你都不知道 那你說我解決了什麼問題 沒有啊 這個人家早就解決了 而且 可能解決的比你還要聰明 所以我覺得 藝術家也算是一個 科學家 也就是說他 也不但在解決了很多問題 像我們剛剛講那個定義說 如果賽上是 啟發了當代 改變了後代 他為什麼能這樣做 對不對 因為他發現 印象派這樣不夠啊 然後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找 找有可能可以解決的方法 時間有沒有久一點 可以 好 先講到這裡 然後我們待會再講 我把圖片調出來 那你們有什麼 現在有什麼